NBA现役第一后卫,那毫无疑问是实地分,库里,他生涯场均23.1分,4.46.8助攻,这数据在后卫里能排进前三,至于荣誉就更多了,三座总冠军, 两次MVP,得分王和强断各有一次,他的这些荣誉都利压其他后卫,库里的杀手锏就是不讲理的三分,再配合勇士的体系,更是让他投奔如鱼的水,因此才有单赛季402G三分的状局,不过强如库里也有劲敌存在,龙多就是其中一个,虽然龙多不擅长得分,但是他的防守很出色, 他能凭借超长的地宅和出色的预判,对库里的投篮进行干扰,他好胆是进入两次,一房的后卫,龙多曾经还把库里房的三分疯狂打铁,这更让球迷觉得龙多能防死库里,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看完他们两人19次交手数据,你自然就有答案,龙多和库里两人生涯一共19次交手,常规赛有15次,今后再有4次,我们先来看看常规赛两人的数据,库里场真实9分4.3篮板5.7入攻,三分每场能投进2.7季,命中率为36.7%,龙多则是10.9分4.5篮板9.3入攻, 龙多得分比库里少,但是助攻数更多,毕竟龙多是传统控位,而库里是双能位,今后再次次交手里,库里场均24.5分,5.3篮板3.5助攻,三分命中率44.1%,每场能投进三把球,龙多则是9.8分7.5篮板11.5助攻,他还是跟常规赛一样助攻领先库里,但是进攻差了不少, 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,库里在进后赛的得分更高了,而且三分准度也上去了,因此可以得出龙多虽然防守优秀,但是根本无法防止库里,通过对龙多和库里19次交手数据的比,我们能够看出来,龙多根本不算是库里的克星,之所以有这样的谣言, 也就是那么一两场,库里发挥失常而龙多超常发挥,这才有了这样的说法出现,纵观两人生涯交手表现,库里明显好于龙多, 连盲第一后卫针,不是一个人能防死的。 我们能够看出什么。 我们能够看出什么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